今天好轉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鋼彈 SD鋼彈 萬代SD鋼彈 三國創結鑽 編號 26號的點尾中師鋼彈 然後機體的出處是所謂的鋼彈 G系列武鬥鑽的 中師啊 東方不敗機體啊 算是一個個人覺得非常有人氣的一個機體啊 可是我必須講他改的這樣子 改成這樣子後不難看 可是我覺得就很可惜啊 他的 翅膀 原本的 披風 這算什麼 披風的部分 他是可以變成像一個那種武術家的披風 可以完全覆蓋在全身啊 然後他就變成直接這兩片啊 有點可惜啊 後面這兩片 然後很有特色性的這個頭飾的部分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後面中間 多了這三個 角角啊 這個是三個角角 非常微妙的角角啊 很奇怪的角角啊 算是蠻奇怪的 然後貼紙的部分其實並不太多啊 他貼紙的部分主要是在 頭啊 他頭的眼睛是貼紙 然後 然後 這邊 他的 主機體的中式鋼彈這一組 其實最 大家應該都知道他就是使用的 東 他們的那個 東方不敗流派的那個 拳法 然後我以為他會 特別給兩個手臂的零件他更換之類的 但他沒有啊 他附了是一把像是斧頭的武器啊 我個人是覺得有點可惜啊 我是蠻希望他這個系列 雖然 共用了許多的身體啊 可是我是真是蠻希望這一組可以推出 他特有的 手臂零件啊 可以打出東方不敗流派的拳法 側面這樣子 正面這樣子 圈 後面這樣子 翅膀是可以 可以 往下折的啊 可是我覺得他往下折後 其實 有點奇怪 而且注意看他這邊 其實他的卡榫的部分 他是 做成完全卡死的狀態啊 所以當你往下折後 就是要稍微把他往下撥 翻弄一點啊 但他的 可動範圍倒是真的比較廣 因為他本身肩甲 裙甲的部分 裙甲是還蠻緊的啊 但他手臂可動範圍 因為他的肩甲比較細 所以看起來可動範圍是蠻多的啦 算是我個人覺得 還不錯的機體啊 可是這一組的人氣 說真的我覺得有點可惜 就是 他的披風不見了 而且這一組 當然要騎上所謂的風雲再騎 可是沒有風雲再騎的 這隻馬的造型 很可惜啊 那這是 SDE鋼彈 三國創結鑽的 典尾中絲鋼彈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 這一組也算蠻好找的一組商品